美国研究,37摄氏度不再是人体标准体温,体温是低了好还是高了好?长久以来,37摄氏度都被视为是人类的正常体温,而这一标准体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851年,一位叫卡尔·文德利西的德国内科医生,收集了2.5万名病人近百万次的腋下体温测量数据,范围为36.2-37.5,取其中间值最终得出人体的正常体温为37摄氏度的结论。 而这一测定标准被全球广泛认可,并沿用了一百多年。然而,近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人类的正常正常体温正在不断的下降。是什么原因引起人类体温下降?体温下降到底意味着什么? 1.斯坦福大学研究,37摄氏度不再是人体的标准体温。由于疫情的原因,早两年大家都频繁地测体温,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基本上测出来的体温都在36.5摄氏度左右。 这让人不禁觉得疑惑,不是说正常体温37摄氏度吗?怎么自己的体温却不到37摄氏度了呢? 其实,关于人类体温下降这件事。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eLife上发表过一项研究。 研究指出,人类如今的标准体温大约在36.6摄氏度,并不是200前测定并沿用至今的37摄氏度。 该研究收集了美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共677423份体温数据。 1862到1930年间有服役记录的退伍军人。 1971到1975年,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内的人群体温数据以及斯坦福转化研究集成数据环境里2007到2017年的成年人数。 据研究人员利用此建立了线性模型,可直观反映出人的体温变化。 经对比分析发现,21世纪出生的男性相较于19世纪初的,体温下降了0.59摄氏度。 21世纪初的女性相较于19世纪90年代的,体温下降了0.32摄氏度。 平均来看,人类的体温在以每10年0.03摄氏度的速度在下降。 如今的平均体温约为36.6摄氏度左右。 现代人的平均体温为什么会下降? 科学家提出了以下猜测,医疗卫生和饮食环境大幅改善。 现代人的医疗条件比之前好了许多,很少会因为吃了食物而感染疟疾、肺结核等疾病。 就算不幸感染,也有药物治疗。 发热机会相对减少,体温也会有所下降。 随着卫生条件的变好,现代人接触微生物。 恶劣天气的机会也会大幅度减少。 体内免疫细胞训练的机会越来越少。 很多人在生病初期还会上猛药缓解病情,身体根本就没有发热的机会。 体温也会因此而越来越低。 生活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代人大部分可保证一日三餐吃饱。 衣物、空调、暖气等各种取暖设备能保证身体温度。 这样一来,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对外界温度反应不再敏感。 身体的发热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现代人的运动量下降。 现代人的办公环境多在室内,日常十分缺乏运动。 这样一来,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会有所下降。 能量消耗也会减少,会导致基础体温下降。 生活压力大。 长期处于高压的生活环境下。 体内会分泌皮质醇激素,分解肌肉,促进脂肪存储。 这样一来,身体的代谢能力会下降。 体温也会越来越低。 二,体温每下降一摄氏度,免疫力会下降百分之三十。 有传言称,人体体温越低,说明免疫力越差。 这让很多人觉得害怕。 到底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该说法出自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皆是的著作《36.5度决定健康》。 书中称体温每下降一摄氏度会让身体免疫力下降百分之三十。 反之,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体温每增加一摄氏度,可让免疫力提高五到六倍。 前提是体温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病理生理学系副主任王小川表示,目前没有明确的研究证实体温下降或上升与免疫力上升下降之间的关系。 但在正常体温范围内,那却有体温越高免疫力越好的现象。 因为体温高可以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让其可以更好歼灭入侵的外来病毒细菌。 如何看待体温高了好还是低了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碧杰教授表示,有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室温恒定的手术室内。 相比于用毯子和热水袋让体温维持在三十六摄氏度以上的患者。 衣服穿的比较少,体温低于三十五摄氏度的患者出现术后伤口感染的几率更大。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正常体温范围内,体温高的人免疫力的却会更高一些。 不过,想要靠提高体温来增强免疫力并不靠谱。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曾刊文表示,体温过高容易导致NK细胞活性下降, 且会干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反而会出现烦躁不安。 3.食欲下降、抗感染能力下降等问题。 3.发烧和不发烧的人,谁的免疫系统更厉害。 网上有一种说法称,长期不发烧的人。 免疫系统得不到训练,不仅免疫力差还更容易患癌。 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 人是恒温动物,正常情况下,大脑中一个叫下丘脑的神经中枢负责调节人体温度, 让体温维持在36到37之间。 当人体内细胞受到病毒、细菌攻击时,会产生炙热源, 让体温调节中枢将体温上移。 以此来促进组织细胞产热,这就是发烧。 长期不发烧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反应身体素质好。 病菌,病毒没进入到血液循环时就被免疫细胞杀死了,自然就不会发热了。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日常保护措施做的比较好。 病毒,细菌没有可乘之机。 生活中的却有一些人长期不发烧,但一查就被查出了癌症。 这是为什么呢? 长期不发烧的人,日常可能也有一些小病。 如低烧,咳嗽等,他们会觉得根本不是事。 很快就过去了,身边的人自然也没啥印象。 等到真正生大病时,就会有明显的对比。 给人一种要么不生病,要么就是大病的错觉。 这不能代表不发烧的人就容易患癌。 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今,体温下降是现在的大趋势。 我们能做的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运动,尽可能锻炼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将体温维持在相对正常的范畴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